收到其他大台南火電中心 準備在4月21號正式開幕開用 為此要創作更多的東西 市府市特別委託來自西班牙的劇宿家 在立口村來搭載兩個大型號碼雕塑品 不但說是結合在地的意識 也讓全新的火電中心是更有看頭 也為台南創作全新的領点 為在台南幾年的大台南火電中心 是將要在4月21號開幕開用 不僅是入外部的空間都相當讓人開台 市府也沒有委託來自西班牙的劇宿家 再加了兩個大型號碼雕塑品 放在在火電中心的地口處 這個地方緊張有看頭 沙倫這個地方高鐵站又是綠能科技城 又是具有人文的台南 把這幾個元素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其實是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詮釋 也謝謝諾亞先生 也希望說市民朋友們 還有高鐵搭乘高鐵南來北往的朋友們 有空多來會展中心走走逛逛看看 保證會讓你覺得驚艷 在這兩座大型的術品是利用鐵亞為災劇來進行挑戰 都在了台南的特色作為主要的意象 和藝術跟台南的人文 台主連還有科技有了結合 為火電中心很強了勁加著風采 他還沒解說我們都覺得說這個這樣的藝術 公共藝術是很別開生命的 那聽到他的解說包括安平書的元素 包括我們未來的孩子的人形象的元素 還有包括自然延伸的元素 這樣子的部分 還有包括海洋保育的珊瑚的元素 這些都讓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公共建築 做了增添了很多鮮活的生命力 也讓自然跟人文 這個藝術跟科技做了一個最好的詮釋 頭過跟國際技術跟合作 收創作出來的精彩藝術品 再加上專心秘車設備和空間 都是一流的火電中心 相信一定能夠為高鐵在地點區 帶來進加這個動力 進一步來臺東台南的發展 接下來就請問貴林区 彩虹報道